风湿热的典型症状最常见的是发热 包括关节炎、心脏炎、气短、心肌等 风湿热是全身性结地组织的非化膿性炎症 也是风湿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是危害学龄期儿童健康的疾病 风湿热会侵犯全身结地组织 特别以心脏损害最为严重 可能引起慢性风湿性心脏病 出发年龄为6到15岁 8岁左右最容易罹患风湿热 风湿热跟类风湿性是不太一样 它也是一种免疫系统 但是它是有时候你发烧 本老先发炎 它有可能会练球筋 那这个毒素 如果你没有抗生肢吃一段时间 一般你没有发烧 可能也要吃到2到4个礼拜 把那个细菌消灭完全 如果没有的话 那有可能会侵犯到心脏的斑末 或者是肾脏的肾丝球体 会变成急性生育肾炎 那这个有可能小便就有可乐的颜色 它破坏了这个肾丝球体小血管 所以这个都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慢性型风湿热病程持续半年以上 常以心脏炎为主要表现 在疾病过程中 症状缓解和加剧反复交替出现 既往有心脏受累 特别有心脏增大或半膜病者 发病率较高 但也有为触发风湿热者 能坚持续发性预防和足够疗程 抗风湿热治疗的患者 预后较好 放弃预防及治疗者 预后较差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